161 《文匯報》 銀行響應要求助公司回購增持 2015年7月10日《重要新聞》 A03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海岸北京報導 繼中國銀監會週四明確支持銀行對回購本企業股票的上市公司提供質貸用之後 數家銀行已率先響應 針對上市公司近期回購或大股東增設資金需求 提高股權並購貸款優惠 並購貸款是商業銀行向並購方企業發放 用於支付並購股權對價款項的貸款 路透社指 交通銀行3328稱 會針對上市公司回購或大股東增設股份的資金需求 按照60%左右的融資比例發放並購貸款 消息指 以前股權並購貸款是基準上浮百分之三十 現在最新的是基準利率最少上浮百分之六 還可以再談 國企 央企會優先考慮 是否需要追加保證金和抵押品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提高並購貸款優惠 周泰龍佔寧波銀行相關人士 亦表示 響應銀監會要求 為大股東和董事監視高管增設公司股票提供最高一 而的優先資金 利率不高於百分之八 銀監會作開康挺股市 發佈四大措施穩定資本市場 包括允許銀行對已到期的股票擲貸款與客戶重新合理確定期限 支持銀行主動與委託理財和信託投資客戶協商 調整證券投資的風險預警線和平倉線 鼓勵銀行與正金公司同業合作 以及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回購本企業股票的上市公司提供質貸融資 有利穩定流動性降壞漲風險有專家認為 銀監會此舉有利於穩定市場流動性 減少短期的平倉壓力 也利於降低銀行未來壞漲風險 此輪股市大跌以來 大量定爭 股權質貸的上市公司股價要斬 此前有報導稱 上半年發生股權質貸的891家公司中 已經有79家公司在30%質貸率 160預警線的假設情境下出現了急需補倉的情況 若質貸方無力保存損失的底壓物 就將侵蝕了銀行的資產質量垂直線